花莲市长魏嘉燕在农历春节前夕 协同市民代表、主席李政伟等人 前往警察、消防、民防、巡守、 易警易消等春安工作单位表达感谢 以及自证慰绕礼金和泡面 感谢他们牺牲假期、维护社区治安 以及交通的辛劳 让民众可以安心过好年 12号晚间市长魏嘉燕和市民代表会 多位代表共同前往了花莲警分局 花莲消防分队、美轮消防分队 还有自强消防分队等单位进行春安慰问 向执勤人员致力社会治安给予肯定 今天也到了我们花莲分局跟三处的 我们的消防分队来这边慰问我们所有辛苦的同仁 他们利用宝贵的时间来守护花莲市民 那嘉燕今天也制证了一些加菜金 跟一些礼券来给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们 那真的很感谢 他们利用了非常宝贵的时间来保护花莲市民 那嘉燕在这边也跟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们说 一定要先好好保护自己 不管在救灾的时候 一定要先注意自身的安全 那也期许我们在农历春节这段时间 无灾无难 那也祝福大家 我也祝福我们所有经销 新的一年我们都能平安健康 市民代表会主席李政伟 也感谢春安工作人员长期以来在农历春节期间 花莲乡亲的付出 有大家来守护社区 守护花莲 那我们花莲市民才能过得这么的幸福 那在春安期间 每一个家庭都在准备围团圆 为我们花莲市来所有市民来服务 那非常感谢你们平常守护我们花莲市的一个角落 魏家宴也叮咛 春安工作人员在外面执勤的时候 要注意自己安全 而最近天气变化多端 请大家在晚上执勤的时候 要添加衣物 注意保暖不要着凉 他也期许花莲在农历春节期间无灾无难 而花莲市公所在年前制政 消防、警消还有警分局 各派出所远警、益消、复宣 凤凰志工及益警、民房巡守等 总共1158人 每人发放礼券200元 感谢他们牺牲假期 维护社区治安及交通的辛劳 介入会欢视报道